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这么说 这不算什么 你们先聊 我出去了 我抢走了金帆 你不但不怪我 还愿意救我 你别这么说 万景 金帆爱的人是你 只有你才能让他振作 给他幸福 我只会一次次地把他伤害得更深 事到如今 我已经不在乎他爱的人是谁了 你要真的想谢我 就照顾好自己 等出院了 你就跟他结婚 用你的资产去救乔氏 你的资产现在对乔氏至关重要 有很多人在对他虎视眈眈 你说的是谁 我不清楚 但是事情一天没搞明白 你就所有的人都要提防 连明镜也要提防吗 总之你自己小心 尤其是要小心莫灵天 乔小姐 以前我跟万华 也有点交情 对你们杂志社的情况 我也都十分了解 除了万华跟婉晴这些人才资源 基本没卖点 所以我只能出这个数 一千万 乔小姐 你不是在拿我寻开心吗 一百万 这也太少了点吧 这已经不少了 说实话 他连这个数都不值 我还是看在 乔小姐你的面子上 才给的这个价 不会吧 现在的时尚杂志 竞争多激烈啊 哪一家不比你们的知名度高啊 我总得看行情呢吧 高老板 我想您可能不知道 我们杂志呢 已经创刊六年了 虽然说现在市场竞争是很激烈 可是 我们早就形成了自己固定的读者群 和非常稳定的广告合作商 是一定不会让您赔钱的 而且我们杂志和其他那些时尚杂志 是肯定不同的 你想 好了好了 你不要跟我说这些 市场需要什么 我比你懂 我爸 也是个大方的人 这样吧 我再给你加五万 就算 我跟乔小姐 交个朋友 您看 能不能再商量一下 看来乔小姐 不是很诚心的想卖啊 那你先看看别人的报价吧 高老板 您先别走嘛 咱们可以再商量商量 我当然是诚信想卖了 您可是我今天谈的第一家呢 那你再考虑考虑 不用商量了 我们不卖了 这杂志社呢 本来就是我买给我太太玩的 她开心就好 老伯啊 不用老想着给我省钱啊 心里不是一直喜欢这个杂志社吗 与其卖这么点钱 不如送个人情 好吗 乖 回家 贵姓 我姓高 高总 高总买单啊 走 乔乔姐 先不要走啊 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商量吗 不是说不卖了吗 我们还可以再商量吗 当然可以啊 来来来 先坐先坐啊 乔小姐 快给我介绍一下 这位是 他啊 他 嗯 乔氏集团中国区业务副总裁 来 谢总 宝贝 宝贝 明天 我带你 这是 我的公司 放着吧 谢总啊 这件很一般啊 刚才我是和乔小姐开玩笑的 没事 我可是真心想买这家杂志社啊 晚上想吃什么了 是不是让乔小姐 我也挺忙的 十分钟能谈妥吗 这 创 幸好有你出息 我现在把杂志设转让了 卖的不但没亏 还赚了几百万 创 你真是做生意的了 为什么不叫我一起来 我不是怕你忙 不想烦你吗 是吗 创 你真好 不管发生什么事 在我最无助的时候 你总是会出现在我身边 你总是会出现在我身边 你也愿意 可得逃整你 我可以 就行 没法业 杂志认 尊coins 你可得逃整你 不错 好 我一定是好人 不仅对我 对我爸爸 对我奶奶 对我哥 都要好 小董 进来吧 你找我 这是雁平葬礼的导文 是我帮金帆写的 你拿去准备吧 如果金帆没有到场 那谁来念到此 明娇念吧 过去两个星期 公司人心很乱 你也很辛苦 张超 会平静下来的 小冲 坐下吧 我瞧几云要问你 你是否一心一意地 爱我的女儿明娇 爱 我爱明娇 把你手机录音打开吧 我这董事长的位置 应该很快就要变化了 我希望接替我的人是金帆 如果到时候命运另有安排的话 我希望这个人是你 谢创 我想过了 如果有事情要发生的话 我们是没办法阻止的 按照公司现在这种发展趋势的话 未来什么样子谁也说不好 如果要在莫灵天 和你之间选择的话 我宁可是你 因为你就是不帮金帆 也不会害他 所以 我以前任董事长的身份 选择你做我的接班人 乔董 你可以把录音关掉了 如果日后出了什么问题的话 我希望这条录音可以帮到你 希望你以包容之心对待乔家 爸 爸 奶奶不知道怎么了 嘴里一直在喊着哥的名字 你快去看看吧 乔董 你看老太太一直叨落着金帆的名字 说什么她都不知道啊 赵医生来过流 看过了 医生说心脏心率体温都没有问题 这是心病 金帆怎么还不回来啊 他一直都没回来啊 我 你 明教 打电话给他 我打过了 关机 这个不孝子 金帆 金帆 老太太 奶奶 我回来了 你是小创 不是金帆 你骗不了我 你们都出去吧 我有话要问小创 小创啊 你在梦里跟我说的那个故事 是真的吗 嗯 真的 我真愿意它变成真的 创 你瘦了 金帆那天回来 你们打架了 还说 他不让你去明教 为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 你们两个的默契不灵了 你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 我老人家什么都明白 不要放弃 人生考验 无处不在呀 不会的 没有我们称着 乔是早完了 还是先问问自己那个败家的儿子 他身居高位 有没有一天 做过一件 对乔氏有贡献的事 他有没有一天 为乔氏的生意 真正操过心呢 交出这样的儿子 你难道自己不应该检讨一下自己吗 我想到你要跟别人结婚 心里真的很难过 但这是救乔家唯一的办法 你必须要回去跟他结婚 我真的不想看到你这样 你知道吗 我真的很爱那个自私自信 还欺负我 又爱捉弄我的那个臭小子 多ructure 上车吧 奶奶已经可以下床走动了 她这几天一准见到你 静元在医院里 雅得不错 公司有点麻烦 香港那个项目又起了变数 有几家合资的法人 突然间又变脸了 已经联名向法院起诉我们了 那你呢 李吞命我们乔家还有多远呢 秦帆 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 我们已经收到船票了 我自己做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的 你妈妈明天葬礼 你一定要去 一个人对一个人好 并不是要等到她不在的时候 怎么会这样 你是我们公司的法律顾问 怎么会有这些合同呢 你是怎么把我公司把关的 乔董啊 这些合同我确实看过 不过我再看到这些合同的时候 发现和原来的有些出入啊 而能开启这些合同的只有您和谢总 什么 你什么意思啊 我告诉你 乔氏集团是我们几代人跟着乔老爷子打拼出来的 我能干这种对乔氏集团不仁不义的事情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啊 好了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了 乔董啊 现在法院的船票已经到了 合同上是您和令公子的签字 总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吧 好 好了 我知道了 你先回去吧 好 好 夏正郎 你跟我玩阴的 我算你狠 但我们乔氏 没那么容易灭掉它 乔董啊 我认为啊 现在当务之急 是要找出一个自保的办法 有你的分吗 分 什么分啊 我是说 你联合夏正郎 给金帆下套 现在反过来 起诉金帆 不是 乔董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呀 你别跟我装了 一个月前 我派人调查公司高材 结果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你干了什么事情 里面写得清清楚楚 没什么想要解释的吗 枉我信任了你几十年 就换了你 这样的忘恩负义 靳远哪 你别叫我靳远 是 那我就把掏心窝子的话 结实给你听 就像那天开会为战所说的 要怪 就怪你自己不争气的儿子 怪你手下 没有一个信得过得力的人才 不错 我是辜负了你几十年 对我的信任 可是我不想看到 乔氏就这么毁了呀 乔董 你到公司去问一问 乃一个不知道 乔金帆是一个完事不公 不学无数的败家子儿 公司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他作为行政总裁 连个人影都不见了 连一点骑马的责任心 和荣誉感都没有啊 现在把公司要交给这样的人 我们这老一辈能放心吗 乔董 不要把你的自私 伪装得那么伟大 是是是 我是自私 人不畏及天诛地面吗 那你们乔家就不自私了 你们乔家从来没有把外星人 放在眼里 没给我们这些当年跟你父亲 一同打拼天下的人以尊重 乔董啊 我呢 给你真诚的建议 如果我是你 我让乔金帆负全部责任 我让他坐牢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他不会长大的 他不会回头的 你有没有想过 我不会让我儿子去送死 乔董啊 你就是为乔金帆牺牲的再多 他也不会买你的账的 他走了 乔氏还有救 如果你走的话 乔氏真的彻底输了 够了 不要再说了 你给我出去 乔董 出去 好 你 onto一言 然后 乔家 你去找你 我去找我 来 季云 喂 怎么不讲话呀 没什么 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 在家呢 没有 我在享受巴黎的下午茶 今天巴黎的天气啊非常好 你那边天气怎么样 最近一直都阴天 还可能有大雷雨 你今天什么安排啊 我下午要给一个法国孩子上中文课 晚上呢 我的邻居老太太要跟我学中国菜 季云 怎么了 好像你今天有点不对劲啊 是吗 可能是昨天睡得不太好吧 有点走神 怎么又失眠了 是不是公司的事情太多了 你要注意休息多保重身体 哦对了 我给你买的维生素 你还记得天天吃吗 我还记得 冯云 有件事情 我想问你 问吧 你 你 你 看 一直以来 我对金帆怎么样 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是出什么事了吗 没有 没有什么事 只是突然间想知道 季云 这么说吧 我从来都没有妒忌过你对你老婆的感情 但是有些时候 我却妒忌你对金帆的爱 因为我知道 这是替代不了的 虽然以前你伤害过她 她一直不肯原谅你 但我知道 你是在用另一种方式保护她 爱她 我相信 她也是的 好了 不要多想了 你自己好好保住 挂了 燕婷 这些年来 你为了一个完整的家 你吃了太多的苦 你是我家最好的儿媳妇 靖元还在医院里休养 金帆还在闹情绪 如果她们两个人都出席 你就算有儿有息 送你了 送你了 老太太 家里来了两个人 相依乔家家属的身份 出席今天的葬礼 乔豆让我请示你 谁啊 兰旭还有墨灵天 该来的人不来 不该来的人 来了 都来了 准备好了吗 奶奶 我跟莱雪 都希望以亲属的身份 一同出席燕婷阿姨的葬礼 毕竟 我们也是乔家的一份子嘛 我今天就不参加葬礼了 莱雪呢 怀着孩子 她去那样的地方 不太合适吧 奶奶 燕婷阿姨跟我妈的心结 我想在这个孩子出生之前 一定要让她知道 这心结已经解了 嗯 你们两口子商量的事情 谁挡得了啊 是 乔葬 你的意思呢 都听妈的吩咐 我是一向不反对有孝心的人 那就先吃饭 今天吃素 吃完饭呢 一块去吧 嗯 对 尽番呢 等一下我们出发 经过她宫寓 接她一下就行了 你告诉她 如果今天她不出现在 自己母亲的葬礼或者坟前 以后就不要回来了 乔家不要这样的子孙 我另有选择 奶奶 你放心 尽番会来的 谢昭后呢 好 她先过去打点一下 是吗 奶奶 公司跟家里的事情 您就别操心了 等来雪把孩子生下来 您就带着孙子 到时候 把事情交给我们处理就好了 你这么说 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 就是希望奶奶您 把股权放下 就只放下股权 也轮不到你 爸 您不要用这个阴谋论的眼光来看我 我也只是很理智地看着整个大局 公司啊 随时会有高层 侵入行事诉讼 如果奶奶现在不表明立场的话 我怕到时候 她受了刺激公司的大权 会落入旁人的手中 就是我出事了 还有金帆 现在乔氏正是水深火热的时候 怎么能把大权 交给这么一个没有责任感 随时会失踪的人做董事长呢 奶奶 虽说金帆是乔家的长孙 但是为了公司的长远考虑 我觉得 您还是得慎重 让我们担心 依然内心 我们能保护 可真是 我们也可能保护 我们能保护 我们就担心 我们就会给我们 我们的保护 我们的保护 和我们的保护 我们的保护 人兄妹中 谁能比得上莱雪 再说了 我的能力 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把股份留给莱雪 再加上我的帮忙 一定会让乔氏越来越强 那你是想让乔氏姓末 要还是姓莱呀 有一点你是没说错的 金帆现在没有能力 承担这个重任 他已经一次又一次地 让我们失望了 现在玩失踪 就是因为害怕 才逃避的 川 我还以为 你是他最亲近的兄弟 会帮他的 奶奶 在这一点上 我必须要客观 金帆连让我去帮他的机会 都没有给我 不过 我可以帮明娇 明娇现在是不会做生意 但是什么事情都可以慢慢地来 我相信 以他的聪明 还有乔氏拥有的人脉 他一定行 在医生气 必须要不应该 你不应该去 这我脚 有点 最好 能不能 你们谁能把乔氏 从现在这个局面里 挽救回来 我就把我的股份 全都留给谁 怎么 不争了 那就去 把雁平的葬礼给我办好 争权夺利啊 是每个大户人家的必修客 你们放心 在这一方面 我是教授 是专家 我一定撑着 陪你们坚持下去 分头去做自己的事吧 并不太好 这启会还能够 我看他 不像 有了 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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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母亲给我的回忆是那么的真善 而我给母亲的就只有担忧焦虑 惶惶不可终日 妈 你安心 对不起的是这两个孩子 从小让他们失去了母爱也没得到父爱 雁平这十年有一个乔继云一直陪着他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这个乔继云已经二十多岁了自带父职他在替你还债呀 我知道我知道你今天一定回来 你从小就孝顺妈妈 你从小就孝顺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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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可以和你当面讲的 我对不起你 也对不起金帆 对不起明娇 对不起猫 对不起凤怡和莱雪 我这辈子很失败 不管是作为父亲 丈夫 儿子还是爱人 我没有扮演好任何一个角色 现在我终于有机会 好好地补偿他们了 这是谁 你马葬礼上不能没有导文 我凭对你的了解 替你写下了这篇文章 替你在场念诵的是明娇 这么多年来 你一直以恨我 作为活下去的动力 但不要说 我不是个好爸爸 我没有给你任何好的回忆 但是我希望 你不要因为我而恨巧巧 恨奶奶 恨明娇 还有很多期望 放在你身上 包括奶奶 明娇 我要是爱你的人 为你流泪 对不起 我还要是爱你 我有个好人 我现在要是爱你 我还要是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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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些人 我还要是爱你 我只爱你 我我也要是爱你 我还要爱你 通过协商和原告签订一个赔偿协议 看是以资金 还是以入股侨舍的形式偿还债务 这样处理的好处在于 侨舍不会被分拆 拿去拍卖 而且可以为时运作 坏处就是两个签字人当中 有一个需要出来承担法律责任 就是坐牢 如果我们坚持打这场官司 我们可以作为原告提出合同欺诈诉讼 但是目前劣势是证据不足 取证艰难 而且即使赢了 乔氏对项目股东的赔偿也要支付 无非就是赔多赔少的问题 这样处理的不好就是耗时久 不知道会拖到什么时候才能解决 而且乔氏的生意会受损 恐怕影响到员工和社会上 对企业的信心 你从公司过来 乔氏的情况怎么样 表面上风平浪静 暗底下各怀鬼胎 乔董 您真的决定 其实公司的情况 你比我还清楚 这也是一个损失最小的选择 乔董啊 我 不要说了 我已经决定了 你给我说的东西呢 这是我以您私人的名义存下的一笔钱 不记入公司账目 所以和官司没有关系 您仍然可以自由支配 谢谢您 要是我早一点 把公司的真实情况都告诉您 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 让您措手不及呀 你不需要这么自责的 其实你早已经通过各种方式提醒我了 只是我不甘心 想赌一把 结果赌输了 帮我处理一下 这笔钱 平均划到明娇和莱雪的账上 什么 那 都不留给金帆少爷吗 不把他逼到穷途末路 他是不会背水一战的 希望这次 我的金帆身上下的赌桌 没下错 乔董 一定要做这样的选择吗 无所谓 我累了 是时候好好休息一下 一朝君子一朝臣 我走了之后 恐怕你的日子不会好过 你多为自己好好打算一下 我手下的人已经给我放风了 他们已经 在计算我的退休金了 是莫灵天的人 还是谢昭后的人 坐你的位置 就由谁来执掌乔氏大权 我从毕业起就进入乔氏 从没想过有一天 要离开这里 我真是对不住 你们这帮忠心耿耿的老员工 乔董 不要这样说 乔氏给了我太多 我 曾 如果我们没遇见过 你是否还有灵中生活 梦 长出了翅膀 梦 长出了翅膀 飞了多久 找到了另一颗心 才能安静的降落 原来海的尽头 原来海的尽头 还有片天空 你始终牵着我的手 想停止漂泊 想停止漂泊 再遇见了你以后 就让我静静 陪着你一起感受 看天空 我为你挂满了云朵 想爱过 事情带不走 我们的温暖 我们的温暖 要小心 爱是一种生活 一路上 你和我 还有好多的话 想要 对你说 看天空 我为你挂满了云朵 想爱过 想爱过 时间带不走 我们的灵魂 要小心 爱是一种生活 一路上 你和我 还有好多的话 想要 对你说 你将会想看 在我身上 你也想看 你 没想到 你 我 想要 有点 你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